就是鸡蛋两队的外线啊 我先骑马 我先把你的进攻节奏先降下来 哎 让人打得趁 鸡蛋打得特别特别突破 然后呢转到了 回家之后呢 他代表骑士来打 打两场之后 我再转 我发现这人没了 我说人去哪了 然后后来才听到消息 被马刺直接给 我们来看 两队今天比赛的第一攻 防守对位张大宇来顶大寒 女豪过来补了一下 也没有用 今天这个 主要对的那些 进攻攻不重的情况之下 对于丑龙航的比赛来说 这时候呢还是要更好一个防守啊 10比1了 今天 同样的挡开配合 当大寒冲起来之后 确实就拦不住了 对 现在还是 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后边 大寒扣篮这一项 还是在出现在这个 哎呀 吴田开场攻得太急躁了 这个想法是好的 希望大寒这点打开啊 希望利用挡开把大寒吊掉出来 但是这个你外线如果投不进篮的话 管轮突破带动了对手的防守转移 这几招 哎呀 这张还真好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在球场上 你不是说得多少分来扑打一个队员 你作为主持人 我一定要打得合理 对比赛的改变 对比赛的调控啊 嗯 今天开局应该做的真的非常好 好球 把韩特克呀 就是要打这个点 对 太稳定了 对 太稳定了 怪罗十分了 没办法 李良队的这个所有的防守压力啊 重点都在他身上 嗯 每一次突破 这个前后都是由几个人来夹他 很轻松的一个背靠 不甜呀 今天是七头一动 怪罗转换 对啊 这个身体接触啊 小旭就是说现在 我说的两队四号位的问题啊 嗯 出了机会儿没发生 对 就是在篮子上 对啊 对啊 要了一个挡拆 真损 六头又重 防守位置上 嗯 我等于我 都是一个陷阱给到你 对 好样的 乃伦追陷突破 找着图越面 怪罗轮再次突破造成杀伤 怪罗轮小打大 张大宇根本不敢突出去啊 防着怪罗轮突 就是 怪罗轮只丢了一个罚球 说是鸡蛋羊队的外线啊 我先骑马 我先把你的进攻节奏先降下来 哎 怪罗轮打得快 十三号 快 二十四分 九头九度 快点 怪罗轮 快罗轮不高兴 第四节目的比赛 我们的大半熊 不要停 怪罗轮不高兴 对 是不是动作有点大 对了 来 我感觉应该是26分了 两分球丢了两个 三分球丢了一个 反倒 两个 这个战术就是这么打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不打了 就是28分的分差 123比95 两分队在主场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完成了对于这张投赢行 在上一轮主场击败自己的负仇